身处黑暗的人也会去向往光明,正如马天明也是如此,一直生活在底层的他靠偷窃为生,也许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如此,充斥着各种势力的上海、秦邦、国民党、特务处,租借多种势力的混合,而底层人民的生活可谓是艰苦卓绝,作为小混混的马天明每日靠着偷窃为生,更重要的是他梦想着凭借这一招出人头地,碰巧丁子爷对张家明话是寄予已久, 让手下是找到了马天明,必须让他想方设法是找到此话,事成之后便立马可以进入城市,万万没想到一进门见到的便是失手满地的张家,张家被人灭了门,仔细看去全是失手满地,看到这一幕马天明彻底是慌了神,明明白天还聊着的张家大小姐如今是死不瞑目,慌乱之下带着自己的弟弟和阿丽迅速离开了张家,而这个时候警笛声是彻底传来,慌乱之下马天明带着众人, 当即是坐船准备式离开上海,外出躲一顿日子避避风头,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伪装地下党,亲自前往大的洋长进行街头,由时发生了一场枪战,特务们也是纷纷毙命,而朱天德本人也是中共游巨队资金的管理者, 为了能够救出朱天德,特地是安排了一项北斗计划,这个时候特务们也并没有闲政,拿到消息之后迅速是包围了船只,而假扮成为服务生的马天明见到了传说中的蔡里坤,只是没有想到碰到了硬茬子,本想着找一个软骨头捏一捏转机钱,万万没想到被蔡里坤是一把拿下,直接按在了地上, 而这个时候蔡里坤在情急之下忘掉了台词,据知性人士爆料道,涂松岩是忘掉台词瞎变了一句骂人,而这个时候秦俊杰也是没想到涂松岩会说出这样一句话,直接是笑翻,万万没想到也是被导演剪进了正片,而这一幕意外也成为了经典,更是把马天明小匹子的身份表现得淋漓尽致,涂松岩意外忘词瞎变一句,人场发挥真是让人意想不到,之后蔡里坤意外撞到桌角昏迷不醒, 而这个时候马天明穿上了蔡里坤的音符,成为了蔡里坤,好了,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,每天都会更新恒山音乐的故事,让我们下期再见。